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地表最强偶像周杰伦正是入住快手了 开通了首个中文社交账号朱同学 在此之前周杰伦连微博都没有开通 但是他的人气是子增不减 隔三差五的上热搜粉丝甚至为他做数据 打仿获益 这次入住到快手直接玩起了短视频 粉丝当然是非常激动 纷纷跑去快手关注周杰伦 更厉害的是周杰伦的涨粉速度是以秒计算的 人气真不是盖的 接着周杰伦顺序的登顶了快手热搜榜和微博热搜榜 引发了流量的热潮 6月1号儿童节周杰伦积极营业 连续发布了三支短视频和粉丝隔空互动 并且承诺粉丝达到1000万的时候 就直播表演魔术 这三支短视频的播放量分别达到了 1亿9568万8千711.2万 在评论区粉丝开写了青春回忆 周杰伦入住快手引发了粉丝集体回忆 8090后的青春里边怎么能少了周杰伦呢 记得在周杰时代 同学之间会在一起看周杰伦的CD 听周杰伦的磁带 从MP3到MP4 再到人人拥有一部手机 统统都下载了周杰伦的歌曲 现在周杰伦来了 8090后的青春记忆也回来了 大家集体怀念听Fantasy 八度空间夜会梅 七里香 十一月的肖邦等专辑的美好时光 在周杰伦入住快手之前 就先掀起了一场 这一谜挑战赛 用户自发的去发挥本领 然后将周杰伦的经典之作 用创意有趣的方式重新演绎 而周杰伦来到快手之后 也开始跟粉丝热情互动 第二支短视频包含三个互动元素 亲自弹了一首 说好不哭 为粉丝伴奏 送出了至爱奶茶 粉丝隔空接力 还准备了一个问题 说我哪首歌里面提到 童年的纸飞机呢 答对了周杰伦就会送出 写有鼓励的话的纸飞机 第三支短视频 周杰伦抛球给粉丝 让粉丝一起玩转 举肩篮球 如此丰富的粉丝福利 不会是宠粉狂人了 并且周杰伦的作品内容多元化 能满足各种各样的 快手用户创造出不同的主题内容 同时还能够让周杰伦 在快手里边展现 自己丰富多彩的一面 跟粉丝碰撞出精彩的火花 这样的互动形式 不仅是满足了 粉丝和偶像同款的愿望 实现粉丝和偶像直接沟通 还提高了粉丝的积极性和想象力 让粉丝在快手 说出更多有趣丰富的内容 为什么周杰伦选择快手 其实周杰伦和快手之间的原问 早就已经有迹可循了 之前快手独家冠名了 周杰伦发起的一档户外真人秀 周游记 周游记的快手官方账号 在平台发布了不少的精彩片段 吸引的用户观看和互动 不仅如此 很多的快手用户 也会用周杰伦的歌 作为视频的BGM 有翻唱的 有二次创作的 可以说这里是 捷迷们的聚集地了 此前周杰伦和林俊杰 带来双G版的道箱 致敬白衣天使的视频 在人民日报 快手官方账号的点击量 破了2000万 而周杰伦本身 也是一位不限设 而且没有明星架子的人 这和快手的平台定位一样 包容性强 现在快手已经关心了 周杰伦为品牌大言人 并且快手还获得了 周杰伦全部歌曲 以及歌曲MV的 短视频平台版权授权 用户可以放心来使用了 此次快手以及周杰伦 为大言人的形式 以及邀请周杰伦入住快手 那一句简介 首个中文社交媒体 全网为一 旨在快手格外惹眼 由此就可以看出来 快手的野心 据周杰伦活跃粉丝画像显示 其中63.85%的粉丝年龄段位 是在25-34岁 而快手的主要用户 是30岁以下的年龄段 两者的粉丝年龄十分契合 势必会为快手 带来更多的新的任务入住 连我这种 从来都不玩快手的人 都为了看周杰伦去下载了快手 这就是偶像的魔力吧 从这几天快手平台内容来看 8090后正在大范围的覆盖回忆杀 不但给快手引进了流量 还优质了平台的内容生态 目前快手正在搭建 雅俗共赏的内容输出 和周杰伦长期合作战略 也可以吸引到更多具有艺术性的用户创作 快手选择周杰伦 对撕掉快手图而标签 优化快手平台形象 制造丰富有趣的话题 提升快手的商业价值 是起着重要作用的 通过快手 周杰伦可以跟粉丝直接互动沟通 一起创造 而快手也可以通过周杰伦 逐步破圈上升 这是双赢的举措 目前周杰伦的快手账号 已经突破了1000万粉丝了 即将迎来首场直播魔术秀 势必会引发粉丝狂欢 为快手破圈发力 吃瓜不停 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娱乐缤纷秀 如果说你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那么请给出你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呢 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频道的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